除了你剛才提到釋鳳琪會遇到曾先生 你說道士也好 百樂也好 都是建制變得很重量級 或者很得民心的一位政治領袖 有沒有其他因素會令你 或者其實你有沒有掙扎過 為什麼我要加入這個政黨政權呢 它應該是有某些特點呢 有的有的有的 這個是這樣的 雖然我說我不是很認識當時香港政治的制度 系統和環境 但是很多香港人去到外國讀書 我身邊的朋友都有同一種感受 就是他很愛自己的國家 就是他覺得我在外國生活了超過十年 就是很掛食 都很掛著香港人 很掛著國家 就是覺得出道去你就知道中國人的身份是多麼重要 就是有時候你會被人看少的 看低的 我有時候都會說笑 我就是讀在一間外國的藍校 那些人就經常都很多種族歧視 我們成一群中國兒子 香港兒子 就經常都被他們欺負 就是他們要掛蘋果 就是擠蘋果 擠蘋果 擠蘋果 就是又欺負貼貼 就是笑我們中國人 笑我們眼細 笑我們很多東西 就是我自己就很生氣 就是我覺得我們中國人應該要站起來 就是要站起來 就是我們如果不自己堅強 不自己做好 就是就會被人欺負貼 所以我就很有這個 就是外國 我自己覺得我也是一個很外國的外國心 我自己讀完書 我也有一個掙扎的當時 究竟我是否繼續在外國那裡生活好 還是回來香港 但是我自己其實都很想回來 就是覺得希望會 就是雖然未必可以做到多少 但是都覺得是 是否都可以回來貢獻一下呢 就是不論是在社會陪我做一下 一些其他的商業界都可以貢獻一下 就是香港人的肌肌是一個好一點的之處 所以就當時有這個心 那回到香港之後 就更加體會到 體驗了這種實質的感覺 就是回到香港很親切 始終是自己的地方 很想覺得香港真的是自己的家 你就更加想 就是想投放在這裏 然後之後有幾個機會 又回到國家去逛逛 又覺得外國的情懷是很重的 所以就很想投放在這裏 回到香港 就是為什麼當時還能見面呢 就是當然曾先生是一個很大的動力 就是他給我一個很大的看法等等 但是同一時間 我也是很認同文章的類型 就是我們怎樣可以傳聖我們的外國愛港 怎樣可以貫徹我們一國兩制 怎樣可以讓國家繼續發展穩定 就是這些我都很想可以在這裏 就是參與和可以幫到手 所以就是當初入民見面的時候 就是我都很清醒的對面 不過就算是這個比較好 就是這樣 是個是個不足的 它就是這樣 你們去找就 我們去找到 我去找到 那些人的ホイップ 都很想要 一些不足 我們以前